这是迪拜 我相信你大概率都听说过 这个城市是全世界土豪最多的城市 在这里有一间被称作全球十大特殊餐厅之一的 Dinner in the Sky 在这里用餐的人是这样子的 这可能是全世界最危险的餐厅了 用餐之前你必须要欠一份生死状 发生任何的意外 餐厅盖不负责 到底什么样的脑回路 会让人想搞这么一间餐厅呢 今天就带你们飞一趟迪拜 我们一探究竟 我发现最近我不是在飞机上的 就是在去往飞机的路上 迪拜的机票买好了 16个小时跨越半个地球 1万多公里 就换你们手上的一个站 一个三连 你们说这种历史级别的好买卖 能不能成交吧 好兄弟们 安全带记号 我们出发 你知道这个餐厅要上去的话 我们还要签生死状吗 我有点害怕 那你愿意吗 只要跟你在一起 去哪里我都愿意 你怎么现在也会讲土味情话呢 不跟你学的吗 是 you jump I jump 好 走 首先你需要拿一张生死状 签一个微博 你必须要超过18岁 然后如果说你有任何的心脏疾病 或者在这个过程当中 出现任何的意外的话 他们呢 盖不负责 他整个的这个结构是有两个大的吊机 然后同时吊起两桌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中间的有两个厨师是站在正中间的 然后厨师的背上呢 还绑了威亚 大家可以猜一下啊 就像今天晚上的这间餐厅 我和摄影师两个人 你们猜一下要花多少钱 把你的答案写在弹幕上 我们视频的最后来公布一下 好了 来了 进场了 现在呢 再给我们讲解一些安全的许知 因为毕竟在天上 所以也不想出任何的事故 在我们正式上天之前呢 就是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不知道大家想不想看 号称全球最土豪的阿林球航空 20万人民币一张的头等张期间 到底什么体验 听说呢 不光美食无限量的供应 甚至呢还能天上洗澡 这期视频点赞过20万 立马安排 这个也不安全的 你看 还没把你放进去 哦 吓我一跳 哦 OK 我跟你们说 那是安全 yes great thank you 整个的这一个平台呢 还没有被吊起 然后呢 我们的钱才已经来了 意大利的brada chi 这是一份开胃前餐 然后呢 摄像师这一份呢 这个是一个中东的冷盘 你知道吗 这个餐厅有一个好处 我很难够到你的食物 它把我陷在那个位置了 想尝你一口 变得非常的困难 三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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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险啊 我有点晃 蛤 我去了 我又有点晃 哈哈 我会有点晃 你要把相机刷稳 一会儿别吊下去了 而且你 我为什么不敢往下看 我这个顿子有点晃 小心你的刀啊 白特儿 小话呢 甚至都已经尝不出食物的味道了是吧 我不敢往下看 我给你们看看这个座位啊 有一个功能 太敢转了 我头晕 你刚刚不行 我很怕 好了 站着把紧的品尝一下 这个风景归风景 好玩归好玩 噱头归噱头 吃呢还是很重要的 尝一个 实话我真的是 今天这个温度并不热啊 但是你看 我汗都吓出来了 我现在物理觉特别的灵敏 要不是给你们拍这个片 我怎么可能来在这么高的地方吧 你别晃 你别晃 不过呢 说实话啊 抛开这些吓人的语言说不谈 当把你吊在空中的时候 整个迪拜的风景真的是一览无余 我的正前方呢 是迪拜的海滩 然后整个迪拜市中心这些高楼建筑 就在你眼前一览无余 你坐在一个五六十米高的地方 享受美食 这又何尝不是另外的一种享受 对不对 虽然这个享受 让你吓得出汗了多一点 没有什么人正儿半点来这吃饭的 哎 我就不一样了 我就正儿半点来干饭 所以我带你们看一看啊 我们的正餐呢 我点的这份呢上的是一份牛肉 这个牛肉你也不能点几成熟几成熟 它应该就是默认的熟度 试试看 嗯 他选的这个呢 不是牛排肉 而是牛胸肉 所以你们看 这个呢餐厅就很聪明了 如果是牛排肉的话呢 整个的牛排拿上来凉了之后呢 会变得非常的难嚼 牛胸肉就不一样了 因为牛胸肉是质地的 你们看到吗 这种一丝一丝一条一条的形状 它呢只要是烤好了之后 拿上来随时吃你都不会觉得难吃 所以餐厅在选材上呢实际上也是冻了脑 所以到底什么样的食材 拿上来之后 经过放弃之后呢 这个食材依然能够保持它原本的味道 我觉得这个很需要下功夫 这张车点的这份呢 是一份三文鱼 这个你不太方便拿 我就帮你切了 我已经尽力了 你看我在这还得多可怕 你想一下我还得帮你切是不是 那不得 让我稍微尝一口好不好 三文鱼呢是一个全手的状态 还不错味道 来为你尝一个 即便呢在这样的餐厅 好像游客打卡的餐厅 但它的美食做的一点都不猫 啊 小伙伴们你们觉得今天这个餐厅 看完这样的风景 这样的美食 你们觉得今天的这顿饭 到底要花多钱 再给你们一个机会 重新采一次 视频的最后呢 我们来公布单 其实做的事 如果你不向下看 也不向后看的话 你是感受不到 你在一个非常高的地方 你只会觉得好像在一个很高的餐厅而已 但是它一旦旋转起来了 你会不自觉的 就是你会不自觉的往下看 这个时候你的心跳会加速 然后你的味觉会变得特别的灵敏 我就感觉今天这个菜吧 特别好吃 小伙伴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 会不会也想飞掉到50米的高峰 来尝试一下 可以把你的答案写在弹幕上 或者评论区 让你绝对看一看 有人在这过生日了 Bernstay Celebrating the birthday of Shikita Happy birthday to Jacks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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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birthday to Lina Happy birthday so many birthdays Happy birthday to Happy birthday to 哈哈哈哈哈哈 Stay to you 好我们的甜点来了 各位 这个是巧克力球 它那上面有一个类似于 不知道是电磁炉呢 还是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你有些东西呢 在上面还是要做的 整个巧克力呢 塑成了一个球的形状 然后在上面再浇上热的巧克力汁 现在整个巧克力呢 是一个融化的状态 哇这个时候呢 应该是这份甜点 最好的状态 我先吃了 真的不马虎啊 这个餐厅 我本来以为是一个完全的观景餐厅 但是他们东西真的不马虎 里面是冰激凌 外面是热巧克力 怎么说呢 冰火两重天 还不错 好了安全着陆了 也给你们公布一下 我们今天的这顿饭 两个人到底花了多少钱 我们今天两个人的总价呢 最后的总价是1467 迪拉姆不知道你们觉得像这样的一个体验 是不是划算的 好这就是我们视频全部内容 记得给我们视频点赞 那我们下节目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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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